我就决定来挑战一整天不戴眼镜 影片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你们讲 我出周边啦 草尼玛表情包 我的经典草尼玛Logo 帆布袋 大概是这样搭 去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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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Soya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眼睛是非常多状况的一部眼睛对不对 我有高度近视啊 我有高眼压啦 又很常长睁眼啊 又有多肌眼啊 只要我的眼睛 眼压一高哦 我一定只可以 多过眼镜我的眼睛才可以 有更好的放松 对老实讲其实我是不喜欢戴眼镜的 为了要让我的眼睛 彻底放松 我就决定来挑战一整天不戴眼镜 我之前是有拍过一集 不戴眼镜外出 我那时候还去动物园 可是因为那时候是有人招我啦 像过马路那种 我不可能自己来嘛 所以比较安全啦 就是有人可以戴住我 其实这个人是超强啦 但如果在家里的话 应该是更安全的 只是 我不戴眼镜的话 其实我这一整天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就是除了拍片 我是没有办法剪片啊什么的 而且我还要拖眼镜 乱东西吃的 小朋友不要学啊 这个大朋友们也不要乱学 OK 很危险的 我一定会很小心很小心的 等一下 OK 那我们就来挑战开始 首先我想要把我的眼镜藏在 一个很深的地方 没有眼镜了 完蛋了我没有眼镜 我是不确定这个光是对不对的 会不会太暗会不会太亮 by the way 你们知道前度镜是 这世界是长什么样吗 我有给你们看过吗 如果你是前度镜是 你看东西就是长这样 这东西还是大概看得到啦 也没有到完全看不到 可是有时候很像我在冲凉的时候 又没有戴眼镜嘛 我就看到地下有 有一粒黑色的东西 这样子 油像我的脚 我会吓到咧 因为我以为是蟑螂什么的 结果就看 哦 是不是头发 就这样哦 就是会你会看不到那种小的东西 好啦 我要开始我的一天了 我先吃东西 因为我很饿 走走走 好 我先吃这个啦 手工南瓜鸡肉面卷 诶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看得到咧 刚刚那个距离 其实我是透过相机的荧幕才看到的 比如说我早上就是会这样子来找我的 眼睛 如果我找不到我眼睛的话 我就去看我的手机的荧幕 就用scan的这样 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可以懂吗 好 好 我先解冻啊 诶 剪刀 哦 这里这里这里 各位我昨天用微薄的 是吗 是不是吗 哦 哦 很香很香 OK的感觉 以前吃东西都会看YouTube的咧 现在可以 听Podcast 我刚刚会不自觉样子推这边呢 我刚刚会不自觉样子推这边呢 会以为自己还有在戴眼睛 绝对是 kale 完蛋了 肚子在骂我了 不戴眼睛应该 不阻礙我洗衣服吧 首先要check洗衣機裡面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好 喂 應該是沒有的 欸 我不是在搞笑耶 我是真的要 這樣子才看得清楚 嗯 我昨天就這樣子大剋掉 我今天只做了三件事耶 吃早餐 洗碗 洗衣服 我決定來學英文 Native Camp 你們有聽過嗎 Oh No 你們會不會覺得 欸 這麼突然間來一夜配喔 聽我講 聽我講 其實我一開始本來就要做這個20小時 嗯 不戴眼睛的企劃 因為我覺得我的眼睛也要 試試看休息一整天 然後剛好Native Camp就有找我喔 我就覺得 要好好來練一下我的英文咧 我很久沒有複習我的英文了 有沒有人要跟我講英文 所以不如我們來學一學英文 這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我現在看電腦真的要很近很近的看 所以我等一下在操作的時候可能會很困難 這個Native Camp 它就是線上對話的 你在Native Camp裡面是不用跟老師預約的 你是什麼時候想上課就上課 那邊會有老師隨時Standby等著你的 而且會有各國的老師 而且如果你很像只想要上5分鐘 10分鐘半個小時 都可以 除了電腦手機也是有App可以上課 我算有點緊張 因為我覺得我等一下就是完全看完老師長什麼樣 就要很考我的聽力囉 我真的要看電腦要到這個程度 才是最清楚的 你們那種沒有近視的人 你們真的要 知足好不好 要珍惜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來上課 Joy 緊張耶 我們來立即上課 希望的課程時間 15分鐘好不好 因為我去曬衣服啦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Please repeat after me twice What's you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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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I answer it No Repeat after me twice Alright OK I'm Jen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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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you spell How do you spell it How do you spell i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ti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as well and keep safe in Taiwan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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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們剛剛知道我今天有什麼嗎 就是我在選課程的時候 我因為我看不到 所以我就選了那個什麼自我介紹 然後我就在那邊跟那個老師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Particularly about learning English Enjoyment OK 我要這個老師 My name is Svapia Please call me as Svapia Svapia My name is Soya Soya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Like Naa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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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an I love Naan 哈哈哈 Your English is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are like an intermediate student Maybe No maybe precisely Thank you 對了 我現在要去曬衣服 我的衣服可能要抽掉了 Let's go 然後我餓了我怎麼辦 曬衣服曬衣服 發 簡單了看不到又不夠高 哇 一顆星不同不同的孔條 有的飯啊飯啊 全王條 結束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下午的時間 因為我肚子2.15 我要來煮東西吃 我剛才就想好了 我要來吃這個 米酸 這個是昨天晚上煎的 蛋跟豆腐 把它再弄熱來吃 叮 我覺得這個其實應該 沒有那麼危險 因為我就是 把水放下去 然後滾水 然後丟這個進去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不要太擔心喔 沒事的 可以了嗎 不太多嗎 你知道剛才這兩個擺在一起喔 我分不出誰是誰喔 我以為這個是這個 OKOKOK 我覺得這個挑戰很像沒有讓我放空到眼睛耶 比起我每次睡覺前 啊要 保養啦 帥啦這種 我都已經知道東西放在哪裡了 可是我想要煮東西的時候 就是一直要 一直要找東西 我的眼睛 越來越累喔 嗯 救命 我剛剛吃飽飯之後 所以我就 跑過去沙發那邊 坐著然後開那個podcast來聽 聽一下聽一下我就說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challenge 大家千萬不要去 所以我接下來做個運動 消化一下先生很飽 很飽你還躺住 走走走走 欸完蛋了 我就是真的完蛋了 我剛剛照鏡子是 我的眼睛又長了一個東西喔 在裡面 我真的要氣死了喔 我不是才剛好咩 怎麼會這樣的 OKOKOK 我現在要先熱服 熱服熱服 不要緊張啊 不要緊張OK OK我現在要來做運動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還可以做什麼 完蛋了 完蛋了我沒有眼鏡 真的是 廢人一個耶 我的天啊 每次做運動都會看那個 Kofi老師的影片 所以我這次也要看Kofi老師 我這次應該用聽了就好 反正我也蠻熟悉他的動作 都會做哪一些 我今天在我睡覺之前 再上一堂英文課 好不好 我打算 真的 要認真 我剛剛前面一點 太鬧了 I'm Jenny 接下來我覺得我要選一些更難的課程 我剛剛前面一直在跟老師閒聊 我的天啊 Let's move on to each meaning Can you give each phrasal verse meaning on your own Come along means come together Run away means run away I don't understand pull into meaning it arrives somewhere so the word arrive pull into 啊 我今天 去做一件事情 跟我來 太難了啦 太累了啦 我不可以喔 我是一個需要眼睛的人 啊 煮飯那邊開始 我就覺得 我夠煩了 因為我很近去看那個鍋 才可以看得到 它滾了沒有 這動作非常危險耶 如果它煮到那個東西 跳出來就 進入我的眼睛 我就會忙了耶 各位朋友真的千萬不要學 要學的話 就學英文就好 OK 英文是很安全的一個東西來的 再學一堂英文好不好 音樂 耳其中當名 你叫我叫小的名字 你的名字 名字是小的 是小的 不是小的 來吧 是 為什麽 能使用自己的手法嗎 我就是 我我可以用唯一的 但是 你可以說 我只是遺痍 我已經歪了 10年 有何年 我停止吃酱油一月 但我继续继续继续续继续 对,对,对 你也可以做其他动作 我正在想看更多电视 但我疯了 我继续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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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没想到读 好,去健康或健康 有眼镜子呢,非常的舒畅 我很喜欢这个老师耶 我觉得每个老师都不一样 像这个老师他会跟着课程走之外呢 会利用课程去跟我分享他的生活 然后再套那些字进去 我觉得我会再预约他 我太喜欢这个老师了 我觉得NativeCam真的很不错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什么时候多长 什么课程你都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就会有个老师陪着你 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他 除了这种我这种比较低level的日常学习之外呢 他也有提供那种商业英语啊 多益的考试对策 可能很多人会问 像这个是要怎样收费的 NativeCam呢,它是算月费的 一个月是$199台币 你就付了月费之后呢 就任你上课 我觉得真的很划算耶 你外面加交一个小时就要500块吧台币 你这个就是可以 真的是自由安排时间 你每天就抽一点你有空的时间来上课 而且就是可以跟着那个课程走我觉得很好耶 你就可以看你的进度在哪里 这个最重要应该就是自律啦 像去健身房一样 就是你付了一个月费看你有没有去运动 那个就是你付了这个月费看你自己要不要抽时间上课而已 我觉得它的课程其实都设计到很好耶 很自由但是又很有规划 它还有一个教材是叫做 凯伦method 这个我之后会去试试看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教学方式 然后你的英文会立刻进步到很快 我觉得如果你想让你的英文进步的话 你就试试看一个月 虽然我调料失败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太辛苦了 远的东西至少还可以 你要仔细看的话就太累了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这样子虐待我的眼睛好了 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按赞订阅订阅 不要记得喜欢的铃铛 你就追踪我的IG 还有记得我会员 按下来就拜拜